大家好 上一周我们去中国访问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知道 就是我们国家党代表团 因中国共产党的邀请 去中国进行访问 上周星期天 下午晚上回到了新西兰 现在我们在国会 又进行进行的开会 那么在中国期间 我们走访了几个大的城市 主要是上海西安和北京 我们这个代表团里面 后几个成员都是第一次去中国 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他们感受最深的第一呢 就是中国民众 他的精神面貌 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第二呢 发现中国的官员的素质 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 见过一些比较高层的官员 他们认为都是很有知识 而且是很有决断力 然后中国这个城市化建设 也是印象非常深刻 我们知道中国城镇化步伐很快 然后呢大城市里高楼大厦很多 而且现在不断的还在不断的在建 到处可以看到这个吊车 施工厂工地 等等 当然在中国也很多很多突出的问题 印象 最深的嘛他们认为就是这个 环境污染 空气污染 比较严重 在所有大城市里面都能感觉到 这一点他们认为中国 现代化步伐当中 出现的一些问题 这需要一段时间来克服 另外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的腐败问题 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呢 这次去了之后呢 他们跟我就我们跟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政府的官员 以及这个政党的高层 就腐败问题 也展开了非常深入的探讨 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 并不忌讳 谈论腐败问题 比如说在这个普通干部管理学院 一个副院长 就给我们用英文 给我们介绍 中国的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其中腐败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当初呢 我们这些 同事啊 还很忌讳 不敢谈 太多谈这个腐败问题 但是我跟他们讲 我说不用怕 有什么问题尽管谈 因为我们中心关系也很好 我们可以坦率交换一些意见 而且事实上呢 就在我们到普通干部管理学院 这个前几天 我们的司法部长 Jurice Collins 应邀在这个学院 做了一次 关于 应付 应对腐败问题的一些 一个演讲 所以新西兰 是世界上最连接的国家 向中国介绍一些经验 我想也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走到新西兰也是很合情合理的 所以中国共产党 事实上对这个腐败问题 应该说是 他很了解 也正在努力去抓 我们说是 老虎 苍蝇 一块抓 一块打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口号 那么在各个城市里面呢 都建了一些主要的政府官员 比如说在上海 上海市委这个秘書长 跟我们谈了一下 上海浦东 自贸区的建设 我们认为 上海浦东自贸区呢 事实上是以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改革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那就是呢 他 希望 尽可能的 尽可能的推动 深化中国的经济改革 为什么呢 因为我感觉到他们认为 中国今后面临的世界的经济秩序会变化 需要应对今后的经济的秩序的发展 所以需要进一步的开放 进一步的改革 我可以感觉到共产党这种决心啊 是很 强烈的 然后呢 在西安呢 我们也看了兵马俑 以前也看过很多兵 看过几次兵马俑 那这一次呢 作为海外华人来看呢 应该说感触特别深 对于我们同事来说 那都是 赞叹不已 因为的确是 非常的令人震撼 2000年前的这种 技术 这么个正式 的确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同时我们也看一下 在西安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海外华人 就是 新西兰这个海外华人在 西安的一个大的工程项目 就是怎么样 把一个地方建设成一个城市 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项目 也是印象非常深刻 当然呢 在西安还跟这个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 进行座谈 包括县长 包括县委书记和这个省委副书记等等 都谈了一下 在西部开发 中国西部开发会怎么做 后来到北京呢 就跟我们的这个 人大 常委副委员长 以及我们的这个 中央纪律 监察委员会的一个副书记 我们最近的座谈 还在谈中国经济的发展 腐败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等等 以及两党之间 可以怎样进行的合作 所以整个活动 整个这个行程下来呢 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 就是中国的机遇 对新西兰来说中国的机遇 依然在恒大 依然存在 因为中国的经济依然在发展 发展的是7.5% 7.6% 对我们 我们 新西兰来说这个增长数字 已经很高了 对中国来说 这已经下降了 但依然是一个很大的发展 很高的发展 因为 中国的经济基础 基数已经大了 所以7% 相当于 大概10% 10% 左右 所以这也是一个 我们说 机遇还在 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遇 同时呢 我们认为 中国共产党也的确是在 面对他自身的问题 在进一步强大自己 为中国精确的发展 抬下基础 所以我们认为 我们回来之后呢 对中国 对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 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对中心关系 在前景发展 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也充满了信心 我们认为 新中关系 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 而中国 依然会是我们 一个很大的市场 对我们来说 极为重要 所以我们应该继续保持 这种中心关系 让它持续的 良好的发展 谢谢